在今日定期委议程中,县议员肖志全关心三坡地回馈金一提,并在会中来提出许多的建言, 盼县府能够重视民众居住自由权利,尽速改善。 我希望不要再发生,在之前一样有再强制跟人家征收,甚至移送彰化行政执行处的那种情形。 针对三坡地征收议题,经议员们建言下,县长袁允诺本县再不征收, 议长赫瑟峰也肯定县长的用心,并希望透过府会合力下,让民众权益更有保障。 三坡地,农地要去一个,我们自己去一个来住,要另外缺一条,不过一间,就是一个恶犯嘛。 另外对于猫犬结诈预算不足的问题, 县议员那一雪也在会中来提出许多的建言, 期盼县府重视流浪猫犬的问题,以免影响到县民的生活品质。 针对我们防治所的猫犬结诈的这个预算案,我想要请教那个农业处, 因为我在基层时常接受到我们县民的请托, 我们的野猫野狗很多,但是我们一年的预算结诈的费用是不够的, 那我们的补助办法在本府预算中央的一个匡列已经用完之后, 我们本府有什么措施,有什么作为,来继续将我们的猫犬结诈, 尤其时常接到那个请托案件是被猫、被狗追的、受伤的, 其实很难去处理,以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。 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,议长和胜丰、县议员肖志全, 针对山坡地回馈经议题来提出许多的建言, 而县议员内选择关心猫犬结诈预算不足的议题, 也期盼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, 紧速改善,造福宣明。 记者说明去蓝头县议会采访报道。